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寄来的 他给我们一张照片 早年到南阳朝圣的时候法会里怎么拍的 当时就有很多僧侣大家看到僧侣就跪地膜拜 可是后面拍到一些本来不在现场的影像 在这里后面一排 他说这个比较不能解释 寄来给我们看 后面这个影像感觉好像很多站在那边 很多什么站在那边 不知道这是什么 能不能看看这是什么 大概什么 我不晓得 我觉得这一类的灵异照片其实常常会出现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一个女的 她的儿子就去参加越战之后就一直没有消息 也没有回来 也没有说战死 她就觉得很奇怪 她后来就听人家讲说 可以用照相机照一些心灵照片 她就把她自己的念力灌输到那个照相机 她就对着空屋拍 有一天真的拍到她儿子在一个竹林里面 就是受伤死掉的样子 这一部分是一些信徒在那边参拜 那旁边有很多这个由高到矮 一个一个她的影像 那这些就是我们在宗教灵魂学里面谈到说 一个人死掉以后如果在生前有做好事 那他在死后他就在一个所谓的另一度空间的一种修缮手 而就变成我们一个人在人世间修到的守护神 因此他只是和一些宗教人士一起在修炼 想要进入更深一层的一种灵魂世界 那么对于这张照片 我个人判断它是一张傻瓜相机所拍摄的照片 那么对于傻瓜相机来说 快门开的时间的快慢长短 完全由傻瓜相机自己控制 那么正好因为现场的环境非常的昏暗 以至于傻瓜相机决定 把这个快门开启的时间拉长一点点 而在这其中正好这些参拜的人士在做参拜的动作 以至于引起有这些脱影的效果 那么这是纯粹就 它是一个傻瓜相机来说 假设它不是傻瓜相机拍的 而且拍摄者本身又具有相当的摄影的知识的话 那么能够控制快门的快慢 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还会产生拖影的效果 那就比较值得研究了 这样看来这张照片好像蛮有争议性的 它讲拖影 就是好像一种slow motion 对对对 残留影像的感觉 不管怎么样 如果照邱老师的说法 我觉得是蛮好的 刚刚狼顾笑好大声 你拍过这样子的照片吗 不是 因为刚刚就是从刚刚那个画面跳到这边的时候 一下子接不过来 因为他是在讲一些那个灵异的东西 然后突然间一个人说 这是个傻瓜相机拍的 就是觉得一下子连不过来 所以我笑得很大声这样 好 讲一些让我们笑不出来的 对 有没有有没有 分享 我先讲两个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一个是在我的小时候 我的舅舅 他们住在乡下 都有池塘嘛 那我是听我妈讲的 然后因为很小听的 所以细节可能不是很清楚 他就是晚上偷偷去偷人家池塘里面的鱼 去偷偷去垫鱼 怕被人家发泄 所以他就把自己藏起来 藏在那个稻草底下这样子 然后他就躲在那边看鱼什么的 就后来就听到有声音 他就吓一跳 因为已经三更半夜 而且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他就突然间站起来 然后那个呢 池塘里也突然间就有一个黑影 就这样子吓一跳那个样 然后那个黑影就这样突然间 因为两个池塘连在一起 他就这样子 然后就跑到隔壁那个池塘去了 他有断一断一断 对 他就真的就好像 就好像踩在水面上一样 就跑到隔壁池塘 我就心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吓了一跳 所以他把他的东西收一收也回家了 第二天隔壁的池塘就死人了 所以他们就判断 这个原来是这个池塘的水鬼 跑到那个池塘去了 他被我舅舅吓了一跳 他也不知道我舅舅是什么东西 可能他一头的稻草 他可能又觉得是另外一个鬼怪 那个水鬼被吓了一跳 那另外一个是我听李国超讲的 这个真的把我给吓的 然后那天碰到小尾 我说专家 专家 赶快让我们震惊一点这样子 赶快说 对 他就是说 他一个朋友八字很轻 很容易碰到这样的事情 有一次他们到一个朋友家去玩 就是那种很传统的台湾式建筑 他就是窄窄的 长长的 然后就是一间一间一间 一直到最后 很长很长 然后他就是在那样的空间 建了三四层楼 那通常这种房子的浴室 都会放在最后面 然后呢 他那个朋友 大家就一起去玩 可能在四楼啊 就玩得很高兴这样子 然后就说好吧 大家轮流去洗澡 他那个朋友就去洗澡 他最后面 那个房子都等于像一个盒子一样 那在四楼 外面也没有栏杆 也没有什么 等于是一个直的墙壁 那那个浴室对外 他只有一个小小的气窗 而且很高 那种房子很高 气窗非常高 然后洗澡 就大家在聊天 聊一个多小时没有动静 出什么事情了 敲门没有声音 可是门是锁着的 大家就把门撞开 撞开就看到他那个朋友 倒在那边这样口吐白沫 赶快把他救醒 拖出来 问他到底怎么了 他醒来以后他就说 没有啊 就像洗澡 洗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气窗就有一个人这样看我 他心里一想说 外面也没有栏杆 也没有附着物 他到底什么东西 一定是飘在那边的啊 他就这样看着我 他说我就不知道了 就昏过去了 我听到这个故事 真的吓得我 或者是人家偷看洗澡 可能啊 外面没有地方可以站 它整个是这样子的 直的 然后就一个窗户 这跟杨俊荣讲的那个超过的 真的 他在宿舍里面 然后做功课 因为是好几层楼 旁边就有人跑步过去 打个招呼走 对 这是几层楼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对 好可怕 可以哦 那季晓婷 您有什么 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三四年前 是您本身 我是本身 因为那个时候我身体不舒服 然后住院 住院 因为我白天在休息嘛 晚上就睡不着 精神又特别好 因为我是住十层楼 那对面五层楼 是大概隔一个广场 一个旧大楼 可是那个白 那个晚上 是白天是水塔 我晚上就那边看看 怎么水塔来一个小姐 站在那边 穿个白色的礼服 晒备丹 晒备丹 结果陆陆续续啊 哎呦 奇怪 怎么有很多女孩子 不知道从哪边上来了 也是穿白色的礼服 那我就一直看一直看 我就看傻了 没多久男士也上来了 男士就穿个厌尾服 打个黑色的那个 啾啾 也就这样上来了 这一群人之翼的 把警战的眼泪 看车就不过 把警战的项路 都验尝尾服 这群人都会 制作的 这群人都会 操作的 那次走 的独播 不根据 快点 layer 我在这群人都会 装着 自己 都会 正在 帮助 你 怎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人 我说真的有人 他说那我开窗子给你看 他开窗子结果我们两个一看 还真的都是一个一个橘子色的大水塔 大水塔那我又觉得 我又想说因为清洁工不可能会碰得到 可能护士会容易碰得到 结果早上换班的护士 那我就问那个护士 我说护士我昨天有看到好多东西 在那边对面塞被单 我还以为是你们里面的人 他说不是 他说有啦 他说因为我们是护士 他们常常会有看到有人擦身而过 他说不过我们不会怕 因为他是生病死的 我们跟他无冤无仇 所以我们也没有害他 所以我们看多了也无所谓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事情还是有 那还有一次是 不一定是白天 不一定是晚上看得到 我白天也看得到 白天是中午的时候我上班 上班的时间是 中午有打卡嘛 那起来的时候 因为我是侧趴 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工作 那我隔壁一个小姐就说 起床了 起床了 你还在睡 其实我知道 因为有一个人压在我身上 他是用手背这样 压在我的背上 压在我的背上 那我就测看他 因为我那个时候想喊又喊不出来 动又动不了 那我就这样测看他 我就看到那个男的 戴一个眼镜 身材不高 他看我 我看他 我们看到三十秒 他走了 我也就能动了 我就可以动了 可是我就觉得说 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灵异存在 只要我们尊敬他 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 不会说像电影一样 说亲面 疗哑 恐怖的 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 很和善的一个脸 我唯一看过的一个鬼 我的特质是这样子 就是说存在于这个 另外一个空间的这一些 这些朋友 我感觉得到 可是我很庆幸的是 我看不到 我会害怕 我唯一看到的一个 那一个很特别 在我家 而且在我家住了一年 现在还住 没有 在我小时候 那个 有没有缴住啊 全家只有我看见 我那时候才小学四年级左右 那因为年纪小 我就觉得我可能错乱了 因为他突然间有一天 出现在我们家餐厅的 墙角 而且他是整个颜色是灰的 我看不见他的脸 因为他是这样子 这样子靠在墙角 然后头发盖下来 所以看不见脸 男生女生 女孩子 我确定他是女的 而且他的脚看不清楚 就有点像Fade out这样子 就不太清楚这样 他是香 一半香在墙壁 他不动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他不会动 可是我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跳出来 还小嘛 那我本来吃饭的时候都背对着他 后来因为他出现之后 我换位置 我宁可这样看着他吃饭 我不要他在我背后做什么事情 可是我都不敢讲 我怕家里的人骂我 小孩子乱说话 然后那一年呢 我就是要过餐厅 我一定都是开灯 唱歌 拉着我弟弟 然后我一定不敢单独留在那里 他还在 对 而且那一年开始 我们家开始很倒霉 其实我突然间在学校玩一玩 上课玩一玩 突然间就肚子痛痛痛 送到医院去 晚上就开刀 急性盲场眼 然后我弟弟 突然间就不明高烧 医生查不出原因 只是一直在发烧 然后说再发烧下去 可能要肺炎了 那突然间又好了 然后我爸爸单独 单独是一种绿过性病毒 他会整个这样肿 然后如果说他肿到脸上的时候 人会肿这样子 也是这样发烧 昏迷 好几天 又好了 我妈妈去照了X光 然后说卵巢长东西 都照出来了 一开刀 什么都没有 就很怪异 然后我们家就什么事情都不睡 比方说计划说 我们看到什么要去买 存了一笔钱要做什么 就会发生一件事情 那那笔钱就没有了 或是那个计划就泡汤了 什么事都不睡 然后也是家里每天 那样吵 吵 闹 闹 闹 这样 你看到他每一次都是那样子 趴在那边 可是我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是他造成的 就是那个感觉 他都不会动 他只是这样 这样站在长脚 然后我觉得他 从他的身上投射出 好多的那种怨恨或什么的 那可能是我们家的一种业障 那后来有一天晚上 我就差不多快一年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很热 房间睡不住 我跟我弟两个 就跑到客厅来睡 然后那一天就不知道 为什么特别心神不宁 害怕 我就到房间里面把圣经 因为我爸爸是天主教的 把圣经啊 那个十字架都抱出来 这样觉得比较安心 上头啊 我就睡觉 睡觉 结果我们家墙壁上有挂一幅 很有名就是八七水在人家拍到的 一个观音像的那个像 挂在墙上 骑在笼上 骑在笼上好像一个照片那样子的 然后我们就刚好面对着那个照片睡觉 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间就觉得很亮 很热 然后很刺眼 我就醒过来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简直傻在那边 因为就觉得很祥和 然后很亮很亮 然后那个照片变成一个电影一样的 活的 就是那里头有风在吹 云在动 龙也在动 那个观世音菩萨的衣角就这样飘飘飘 那是这样 我想说我是不是做噩梦还是怎么样 我就确定我非常清醒 然后后来就是观世音菩萨他就回过头来 跟我点点头微笑了一下 对 然后就在那一刹那我整个心都安了 我觉得我们家从此以后没有事情了 真的那个鬼就不见了 我的感觉就是说他把他带走了 就是他帮我们把这个冤孽 把这个业障给解了 就没有了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跟观世音菩萨就非常的有缘 那这件事情在多年以后得到证实 因为我一直不敢讲 后来我妈妈就说 难怪他那时候有去问人家 就说我们家不干净 然后我弟弟也说他当天晚上 感觉到刺眼的光 可是他睁不开眼睛 对 我妈妈说 那可能他的慧根还不到 所以他不让他看到 我从那时候开始跟观世音菩萨有缘 只要是跟他有关的妙语或什么的 我都可以立刻感觉到 在里面的灵是他还是不是他 这样 对 那我们以后都要多多靠近狼姑 靠近狼叔也可以 对 狼叔的福气比较多 有宵夜也可以吃 真的 今天二位都非常的精彩 我们下次有机会 希望二位能够在 好的 谢谢 狼姑也一定要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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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二位 回到两天 下次再见